天气越来越热 电费越来越贵 当然我们生活中呢 其实有些小细节 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它是可以有效省电的 比方说呢 要煮饭 没用电锅煮米前呢 生米先泡半个小时 它能够更快煮熟 或者你家的冰箱 可以离墙壁呢 留出一点空间 它能够增加散热的效果 算一算 改变这些小习惯 一个月至少省下50元 可以说是省出一个便当 怕家里电费越来越高吗 其实一些小家电也能帮你轻松省电 其实像煮饭前呢 可以先把米粒清泡一下 这样煮起来可以又快又省电 米洗好后 先清泡30分钟 改用热水更快煮熟 之后仔细清洁电锅 保持正常运作 每个月可省6度电 等等 要解冻吗 其实我们一早出门前 拿出来在外面放一天 这样解冻完全不用电 如果以800瓦的微波炉 解冻0.1公斤的食物 约2分钟 一个月就耗电0.8度 而微波炉的摆放位置 也要远离电视机或音响的电器 以免互相干扰 更加耗电 许多民众以为洗衣机的 弱洗比强洗省电 这是错误观念 在相同洗离时间里 弱洗比强洗夜轮旋转次数更多 所以更耗电 以每天使用来算 强洗比弱洗每个月 可以省3.75度电 洗衣服之前装七八分满 清跑20分钟也能降低运转耗电 电冰箱的话可以怎么省电呢 因为现在冰箱的进步 所以你只要左两边 各流3到5公分的间距 让它散热起来就好了 因为以前冰箱是这种设计 这种散热片的设计 所以需要多流比较大的额外空间 这些看似不省眼的省电法 到底每个月能省多少钱 加一加一个月共省15度电 和近约50元 虽然听起来不多 但击沙城塔长时间下来 省下的电费也很可观 记者陈旭一 陆毅台北相网报道